这只小猴试探性地碰了碰狗狗 动作轻柔又小心 甚至没有让对方察觉到 它就小楠 目前独自生活在这间狭角的铁笼里 并非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对它不好 而是因为它曾经受到整个猴群的排挤和欺凌 导致下肢劫瘫 从此只能依靠双手行走 这样的遭遇使小楠越来越敏感内向 经常蜷缩在角落里一动不动 工作人员担心它会闷出毛病 想带它出去走走 可刚踏出笼子 小楠就受不了了 它拼命想要回到安稳的避风港 就算被强行抱出门 也会在落地的一瞬间试图逃跑 躲到石头缝里把自己藏起来 联想到过去的悲惨遭遇 这或许是它为了避免挨打 所能做出的全部努力 刚回到熟悉的屋子 小楠就迫不及待地钻回铁笼 仿佛只有这个狭小逼测 出不去也进不来的空间 才能给它最大的安全感 因为过去连饭都吃不饱 所以哪怕这里没人会抢 小楠看到食物的第一反应 也是先紧紧攥在手里 然后再缩回角落狼吞虎咽 到了夜里 可怜的小家伙辗转反侧 难以入眠 回想着那些令人恐惧的过去 除此之外 它还时不时会做出一些奇怪的举动 比如用身体撞击强命 偶尔还会一改胆怯的模样 张牙舞爪地朝工作人员发起攻击 最近工作人员了解到 国外有只类似情况的大猩猩 在猫咪的陪伴下 走出了心理阴影 于是便为小楠找来了一只 性格温顺的拉布拉多 希望狗狗能够治愈它内心的伤痛 初次见面 两个小家伙都显得有些拘谨 令人意外的是 小楠竟率先伸出了友谊之手 它轻轻碰了碰狗狗的脊背 见对方没有反应 心里说不出的失落 但还是鼓足勇气 开始了第二次尝试 又过了一段时间 它们慢慢从陌生变得熟悉 并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为了朋友 小楠第一次鼓足勇气走出笼子 虽说只是在屋里活动 但仍是个巨大的进步 热情的狗狗 从不会让小楠独自待着 而小楠也会在无聊时 主动找它玩耍 它还会帮狗狗抓狮子 抓完后 就亲密地趴在对方身上 沉沉睡去 又过了几天 小楠变得更活泼了些 工作人员试着把它带到外面 小家伙最开始还吓得趴在地上 但贴心的狗狗很快跑来 给它加油鼓劲 终于 小楠鼓足勇气站了起来 还大步追上了狗狗的步伐 看到这一幕 工作人员既惊又喜 为了好好犒劳两个小家伙 他们特地准备了加餐 狗狗的吃相相当狂也不羁 很快吸引了小楠的注意 见好友吃得这么香 他也主动尝了尝狗粮 没想到还真挺好吃 当然小楠也大方地把自己的水果 让给了狗狗 他们就这样 你吃我的 我吃你的 分享着美餐了一顿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见到小楠一点点打开心门 在狗狗的陪伴下变得开朗 真让人感到高兴 小动物间的感情如此真挚动人 希望两只小家伙 可以互相依靠 永远开心幸福地生活下去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